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大快人心事 梁彦平被处理了 梁彦平什么人 太原人 山西人 一个快到退休年龄的一个女教师 她公职于湖北大学 是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日本审美文化研究的这么一个博士生导师 她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去党 恨国 突破做人底线 突破一个中国人的底线的那样一些言论 网上说她经日 她经分 她支持港独 支持台独 她对于南京大屠杀 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都有一套她自己的特殊的审美逻辑 她的这些错误的言论 这些反动的恶意的言论 在网上被揭露之后 湖北大学表示说要做个调查 于是经过漫长的调查 终于在2020年的6月20号这天 公布了一个结果 三条 一 给予党籍处分 开除党籍 第二 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第三条 免去研究生导师的职务 停止上课 这三条加起来 一个是党籍处分 一个叫做政绩处分 还有一个呢 就教学的纪律也给了她一个处分 很多人说这事好啊 早就该这么处理了 但是也有人呢 看了这个东西以后觉得 怎么说呢 比起那些对这类恶毒言论 去党恨国的 撞墙沉船的 今日的 支持台独的 支持港独的 支持江独的 支持藏独的 这样的一些恶意的言论 所谓大学教授不做处理 比起那些不做处理的单位 湖北大学也算还可以了 但是有人仔细看会发现 他本来就到了退休年龄了 你现在呢 只是不用让他交党费了 可是他依然是教授 保留了教授 可是他依然呢 享有一个教授的退休待遇 待遇不变 他依然享有公职 公职不变 留了教授待遇 留了公职 留了这个退休之后待遇不变 三条说明什么 说明对这个梁雁平的处理 还是举的高落的低 手下留情的 尽管如此 我觉得湖北大学党委纪委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点赞 因为他们比起海南大学来 比起南京大学来 比起那些公知泛滥猖狂的一些大学来 他们态度还是比较起来 矿子里拔大个矮子里拔将军 还是要稍稍好那么一点 但是这个处理决定下来 我还是有一点震惊 最大的震惊莫过于此节 我们对梁雁平的那些批评当中 我们都不懂得 不了解一个基本事实 却原来梁雁平居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梁雁平居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个支持江独 藏独 港独 南京大屠杀 都不承认 管中国人叫支那 突破民族底线 这样的一个博士生导师 他不是说自己有这种想法 也不是说私下里有这一般言论 而是他把这种东西 一放到课堂上去 用这样的思想教育青年 带学生 带本科生 带研究生 带博士 其二 他把这些东西公开发表在网上 而且时间之长 这么长的时间里边 货币大学党委 货币大学文学院的党总支 你们没有发现 这个党员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吗 是你们没有发现 你们完全麻木不仁 还是你们发现了不以为然 觉得这些都很正常 完全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呢 梁雁平这件事情 货币大学 发了一个通告 讲了对他的处理结果 但是这里边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 应当是最重要的内容 是这个通告当中的主体性内容 但是在货币大学的公告当中 只字未提 那就是梁雁平对自己的错误有认识吗 梁雁平什么态度啊 你们怎么帮助他的 党籍处分是结果 政绩处分是结果 我们要的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我们要的是批评他的错误的做法 以警校友 我们要的是抓住典型 带动全局 湖北大学的党委 纪委乃至文学院的党总之 你们在这件事情上 一个字不写 是一件事没做 还是一个字不写 还是人家梁雁平态度呢 相当坚决 根本就不承认错误 你们觉得写了以后呢 引发反弹 还有一个问题 拔出萝卜 带出泥 如果说这个大脸盘子的 这位梁雁平博导 是一个毒萝卜的话 这么粗大的一个萝卜 拔出来了 有没有带出泥呢 拔出萝卜 带出泥 为什么梁雁平 这个大毒萝卜 是白白净净的 从土里拔出来 连一个沙粒都不带 老话说 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梁雁平 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 让他有这么多恶意的表达 这么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违反党章的 这样一些错误的言论 恶意的言论 他散播这些言论的地方 是不是有人同情 有人支持 为什么把这些事情 边缘切得这么清楚 这么整齐 你们是怎么做得到的 比方说 和梁雁平在一起的 和梁雁平一块支持 方方日记的 那个叫刘川厄的院长 他的问题应该说 比梁雁平的问题更严重 因为影响更大 因为他职务更高 因为他是梁雁平的上级 因为他是梁雁平的上级 文学院的党的负责人 是院长 不但如此 这个叫刘川厄的人 院长是学校内的职务 他还是湖北省 做协的副主席 他还是湖北省政府的参事 跟各位说一下 这个参事室啊 过去我们对这个机构 我不太了解 我们一向认为 是那种保学知识 大如与中国共产党的 风雨同舟的那样一些人 才有资格进参事 无论是全国的参事 还是各省的参事 现在怎么搞的 参事室里边出来了一些 像刘川厄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参事 是全国的参事 张康康女士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向中国政府追溯责任的问题上 他大力支持汪汪 表达一个态度 如果是认识问题 那我们就谈认识问题就算了 但是这个叫张康康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个全国的参事 居然用那么恶毒的文章 一篇一篇转发方方 不接受任何讨论和批评 他有一个很短的文字 里边连续使用26个英文字母当中 排序第二个那个字 连续使用几十个 简直是创造吉尼斯世界记录 大家能不能知道26个英文字母当中 排序第二个字是什么字 他每一句话都用这个字 骂人 用于表露自己不屑 用于坚定的支持方方 用于诋毁这个制度 用于向中国人追责 把所有的批评 他们的这些网上的舆论 都说成是文革余孽 小粉红 战狼 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全国 参事呢 这样的人怎么能当 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呢 这样的人怎么能混到这种地步之后 语言文字如此之烂 平庸可以理解 这么脏 无论如何 是我想不到的 我开始看到网上的截图 就是我们这位张康康副主席 张康康参事 他那段文字的时候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一定有人在这恶搞 张康康作为一女作家 知情当中 涌现出来的 写伤痕 控诉社会主义制度的 某一个阶段的 历史的这样一个作家 写点情爱画廊 写点男欢女爱 写点腰带以下 那个时候不都是这样吗 要么写伤痕 要么写腰带以下 可以理解 但是总不可能 26英文单字当中 专门揪注第二个没完没了 这也太夸张了 谁能想到 天底下竟然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事实证明 这段文字的确是我们张副主席亲自所写 比起刘川鄂来 张副主席似乎更值得讨论 但是现在讨论张副主席已经成了一种忌讳 我现在要问的是湖北大学在处理 梁彦平的时候 刘川鄂这样一个情况更恶劣影响更坏的 这样一个公知倾向的 怎么就把边缘切得这么清楚呢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提 这个人就是方方日记的作者武汉 武汉作家协会前主席汪芳 汪芳当主席 刘川鄂当副主席 我看就不奇怪了 做文学评论的梁彦平来评论方方 力挺方方支持方方 我看也就不奇怪了 当时这个梁彦平 他写了大量的恶毒的言论 潜伏在大海当中 在网上 很多人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人写了这么多恶毒的东西 谁都想不到 他是湖北大学的博导 但是后来呢 汪芳的日记出来之后 海外的敌对势力 那些大轮子小轮子 那些天天恶毒造谣 构陷谩骂中国的媒体 大家赞扬 梁彦平也跑过来 力挺方方的时候 梁彦平不小心 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于是大家才发现 已经删得很干净的微博上面 残留了一些 他恶毒的攻击我们今天的制度 把中国人都骂作支那 比日本右翼还要右翼的 这样一些言论 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方方日记这件事情 发现梁彦平的 现在梁彦平被他所在的货币大学党委处理了 方方是什么态度呢 方方当然一跳老高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 平常院子里边撸着老狗散着步 突然间一跳三米多高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面 那是一种杂技的效果 老太太北京土话说 老太太撞了 就撞起来了 老太太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都给大家听听 方方 一个小时之前发表的微博 他说 刚才跟梁教授说 哪天一起吃饭呢 好好吃顿大餐 武汉好餐馆多 菜也好吃 武汉的鱼尤其做得好 不过梁教授喜欢日本菜 口味清淡 跟我不一样 我爱川菜和香菜 但这回 但这回 就是梁彦平刚刚受到处分 这回 必须就他的口味 写一篇文章支持我 就被处分 怎么看都可笑 前镇武汉大学校友 请我吃饭 送了我茅台 当然我还有清酒 喝什么由他定 护背作协 前主席汪芳女士的文字 大概就这个样子 他是用一种 很克制的态度 写了一篇继续文 讲的是要请梁彦平吃饭 并且这回吃什么由他定 我喜欢川 香 拉味的 口味比较重 梁彦平喜欢日本风味的 喝茅台 还是喝清酒 由他定 但是在一堆看似平淡的叙事文当中 加了一句要害的话 那便是 写一篇文章支持我就被处分 是这回事吗 当然不是 梁彦平不是指谢文章支持你被处分 而是梁彦平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边 在他的课堂教学当中 在他的社交账号当中 公开的 诋毁中国 谩骂中国 构陷中国 今日 连南京大屠杀都不承认 骂中国人为之呢 这个梁彦平啊 做人没有底线 做中国人都不配 所以他支持你 你们夯瀉一气啊 夯瀉这两个字 就是你们气味相投啊 虽然你们气味相投 但并不等于说 他支持你而被处分 货币大学党委的处分决定 不是这样写的 是梁彦平 我说他突破做人的底线 大家知道不知道 当时日本人占领山西的时候 在山西干了什么 拿人换煤 老弱病残 很多孩子下煤窑 不断的发生事故 就地掩埋 所以在梁彦平的家乡 不止一个万人坑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 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灾难 梁彦平怎么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 任何一个 有起码良知的中国人 有起码爱国心的中国人 对这个事情能够无动于衷吗 能够忘掉这一切吗 就算是你历史九元已经淡化了这个记忆 你能站到日本关东军的立场上 站到日本侵华历史的立场上 替日本右翼说话 说的话的分寸比日本右翼还右翼吗 梁彦平 2020年的6月20号的下午15点45分 方方写道说 今天湖北大学 今天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 也给湖北丢脸了 第一个自然段 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们 你们绑架了湖北官方 绑架了湖北大学 绑架了宣传部门 绑架了出版部门 我要看看 同时也请大家看看 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的大学 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的部门 你们会不会绑架整个中国 你们会不会绑架 以意而计的中国人 方方接下来写道 在这里 我想对梁彦平教授说 文革中冤案多的是 后来全平反了 你且忍一忍 迟早会有平反的一天 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下 那个强行 要处理你的官员的姓名 以后你的文章里 以及我们的文章里 不能少了这个人 让历史记住你的同时 要记住他 也要记住他 同时我还要再一次大声说 极左就是霍国殃民事的存在 方方说 中国如果任由极左团伙 这样嚣张横行 如果任由他们集结团队 以低劣手段 恶意打击和构陷个人 如果任由他们反常识 反文明 反人类的行为得逞 改革不可能持续 中国没有未来 方方最后咬牙切齿的写道 极左团伙的区块链 所有区们 赶紧去投诉吧 赶紧去找你们认识的某些网管官员 并抱着他们的大腿 哭喊着举报吧 除了这个 你们还会干什么呢 汪方这段话里面 如果从一个语文老师的出发 他这里面连地地德都不分 如果说从语言经验的角度来说 这里边重复啰嗦的地方太多 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 他首先是开拓梁彦平 为梁彦平开拓 其次呢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花火 他说这件事啊 他在湖北嘛 他说呢 湖北大学是被绑架的 湖北是被绑架的 出版部门是被绑架的 你看 我告诉你 别以为这人呢 歇斯底里疯狂状态所说的话 就是口无遮拦 方方还是自真俱拙的 涉于文字水平 他表达当中德地德不分 文字水平真的不敢恭维 但是他自真俱拙 还是把要打架的对象集中在紫旭乌有的所谓极左的势力上 而把湖北省 湖北大学 出版部门全部都 解脱了 因为你们是被绑架的 有人问方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我告诉你 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方方呢 活在武汉 活在湖北 他不愿意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 他不愿意得罪直接管自己的那部分人 他要给自己留下空间和余地 海外有人评论讲的特别好 不是有人替方方说话吗 说方方没有说话的权利 方方呢 受到了残酷的打压 海外那个评论家说 他受到什么打压了 方方是体制内作家 反体制控诉中共 控诉这个国家 他受到什么打压了 现在他没受到打压 大家看一看 梁彦平受到处分之后 方方不但没有受到打压 而且他的恶毒的文字挂在网上 直到今天 他可以删掉别人所有的评论 禁止别人评论 但是他的恶意的言论 全部都在这上面 他把对梁彦平的这种批评 包括对他的批评 一同说成是极左势力 绑架中国 他在这里边也别说 方方还是有创造性的 他创造了一个新词 叫区块链 区是厕所里 升顿那个区的区 他把批评他的人 过去叫文革 叫五毛 叫这个 所谓 小粉红 叫战狼 现在他又抵一顶帽子甩出来了 叫区块链 他还使用了区块链的区门 他把我们叫做区门 方方我过去讲过 他是开帽子铺的 这个帽子铺呢 开得非常之大 什么帽子都有 他给梁彦平呢 出了一个招 这段文字里面四个字可以提炼出来 一忍 二计 三番四平 一忍 就暂且忍下这口气 二计 记住要处理你的官员 方方在这耍了个滑头 说记住要抢行处理你的那个官员 处理梁彦平 是多少人的共同心愿 是党纪国法所在 党规党法 不是哪个人的意志 但是汪芳偏偏要说 是记住那个强行要处理你的那个人 并且呢 在以后的文章当中 处处都要写着他的名字 以显得自己还是有大众支持的 第三 叫翻 翻是什么 随时准备翻案 他把汪芳 他把这个梁彦平说成是被冤屈的 如同所谓十年浩劫当中的那些被冤枉的人一样 他有一天一定会被翻案的 最后呢 就是等待平反 他说他们被构陷了 被冤枉了 事实上呢是汪芳和梁彦平在构陷那些批评他的人 构陷中国 构陷那些所谓的 构陷那些呢 这个正能量 说到这儿这期节目差不多了 我最后呢 想提个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有没有可能请货币大学党委还是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把梁彦平的态度公之于众 那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实事求是 梁彦平按照他跟汪芳两个人一块去吃饭 两个人之间的文字往来 虽然我们只见到了单方面的 但是梁彦平的态度 我们大概能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来 如果梁彦平会计即一拒绝接受这个处分 而且态度非常嚣张 如若汪芳一样 那货币大学你替他挡着 遮着有什么必要呢 如果人家梁彦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想到他们家乡的万人坑 想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 想到自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戚朋友 都是中国人痛改前非 为什么不把梁彦平痛哭流涕的这些文字公之于众 以让我们大家让那些有公知倾向的人 在这当中接下来也受到感染和影响呢 还有那就是梁彦平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但是湖北大学党委纪委是不是还应当继续扩大战果 对于刘川厄先生的那些公知言论 和梁彦平一样的一个鼻孔出气的那些行为 你们是准备做处理呀 还是准备做处理呀 司马文频道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 好